这是韩国一场价值三亿终极变态的男女挑战游戏 来自各地的瑜伽美女和肌肉俊男聚集在此地挑战百元单档比赛 只要在铁杆上面坚持到最后的玩家即可赢下全部的奖金和名誉 首先登场的是这名座拥百万粉丝的网红瑜伽美女小沈 面对这场游戏她对自己的体能和身体协调能力十分的有信心 而接下来的一位健身女教练也有着完美的身高和身材比例 在会场的中央主办方摆放了100座他们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白色雕像 第三名出场的健美运动员走过来后更是惊呆了其他玩家 连续训练了17年肌肉单档体能对她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旁边的金毛肌肉男邀请她solo单手俯卧撑进打成了平局 接着就是一名女子摔跤运动员和竞技体操金牌选手 他们的体格在徒手支撑体力方面都是顶尖的 很快各行数一数二的肌肉选手都来到了现场 不仅有十几年的特种部队退役士兵还有汪冠军赛的格斗选手 甚至连拉拉队的可爱小姐姐也想尝试拿下这笔巨款 接下来主办方将100人分成了的和B组按照自己的编号站在方格中 在他们的头顶上悬挂着一张纵横交错的钢条网 这时主持人告诉众人在第一轮的关卡中将会淘汰50%的玩家 而本轮的游戏规则十分的简单 只要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本轮游戏的通关者 随着比赛时间的开始 一组选手纷纷纷用最舒服的姿势悬挂在上面 等到计时结束后地上的棋盘阁就被打开冒出身不见底的白雾 由于看不到地面的高度 很多选手在心理上开始产生了压力 而时间还不到30秒很多肌肉型选手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显然有健硕的肌肉对于单杠体能来说也并不占优势 很快越来越多的选手都坚持不下来纷纷落入水中 镜头给到摔跤员小张时原本采用握杆的他在更换姿势时也意外落水 时间来到4分钟大家以痛苦的神情挑战着自己的季限 另一名摔脚选手通过手臂力量勾住钢管来克服体重 最聪明的是这名黄发小姐姐她利用手抱住大腿来分散身体的力量 时间来到了10分钟现场就仅剩下了3名选手 就在这时黄发小姐姐在更换大腿间不小心滑落掉了下去 现在剩下的两选手有一人是训练了21年的吊挂体操运动员 另一名则是水中爆破队的教官拥有无懈可击的体能 时间又过去了5分钟两人的身体都出现剧烈的抖动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空中一坠而下 体操运动员最终输给了爆破队的教官 现在轮到了B组的50名成员上场 比赛开始大家都利用夜窝挂在钢管上发力来减轻体重 不到一会率先掉落的选手竟然是最强壮的掰手腕冠军 第二名失败者则是拉拉队的小姐姐 随后接二连三的健身教练和健美运动员都掉下来 然而最平稳的却是这名瑜伽美女小沈 她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利用手臂和下板卡主身体的核心力量 但很快没有高强度训练的小沈最终还是体力带尽落入水中 时间来到15分钟现场又剩下了最后的两名选手 话音当落一个身影扑刺一下落入了水中 B组最终的获胜者竟是高山的救援人员 这一场担当比赛将会对后面的关卡起着关键性作用 接下来主办方将100人分成了胜者组和败者组 而第二关的游戏是双方将要进行一对一的较量 两人在规定时间内抢夺竞技场上的一颗皮球 最终时间结束拿到皮球的选手即可获胜 而第一轮担当获胜的选手可以拥有挑选对手的权利 主动申请最强选手进行挑战 而格斗选手平头哥看到如此挑衅的选手果断接下这次机会 第三组的眼镜哥认为自己力量不足毫不犹豫选择健身小姐姐 等所有人分配好对手后真正的力量挑战赛正式开始 第一轮出场的选手车绢成不仅是人气明星选美的舞伴 还是爆火综艺单身基地域里的豪沟达人 而他面对的选手却是从事健身行业的一名农场主金井镇 在耕地上务农了五年的超级猛男体格一点也不输对方 随着一声哨响后两人一同冲进了泥潭进行较量 农夫拼借力量的优势直接将车绢成暗倒在地上 这时车绢成靠着腹部力量将农夫推了出来然后迅速将其锁住 很快时间来到仅剩的一分半双方还在探似的僵持不动 实际上是在等待最后一刻发力去抢夺皮球赢下比赛 然而这次双方都没有给机会被迫进入了一分钟的加持赛 第二声哨响起双方顺速地扑向泥潭中的皮球 车绢成见农夫抢到了皮球立即扑到他身上将其锁住 就在这时农夫一招反击搂住了车绢成的腰部 这也给车绢成将皮球死死地护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随着倒计时结束这一轮车绢成获得了险胜 输掉比赛的农夫只能砸破自己的雕像告别赛场 第二轮的比赛是排在第一百名的瘦小选手中芬南的追逐场地 他表示自己在上一轮比赛中是故意落水来保存体力 很快哨声响起后中芬南就冲了进去率先抢下皮球 而他的对手小梁是国家体操队员体能上一部输对方 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 好在小梁经过调整后双方继续恢复了比赛 但由于中芬南的犯规而球权现在落入到了小梁的手中 而小梁凭借着敏捷的身法和地形意志消耗中芬南的体力 中芬南身为各大丧失去的头号僵尸演员动作也是非常的迅速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最后的18秒 中芬南已经体力不支 最终小梁成功赢下了这一场比赛 来到第三轮是两位美女在泥潭拼搏赛进行solo 而双方都是顶级的拳击协会的选手 身为后辈的美莱这次的目的就是来挑战 曾经连赢14场的前辈杂变戟 比赛开始后美莱第一时间冲了进去拿下皮球 剑杂变截走入泥潭 美莱立即改变策略想拜倒对方 看到这里我给兄弟们推荐的好玩的 如果你也单身又想要一个可爱听话的女友 快用牵手吧 上面好看的女孩很多 外卖吃腻了会一起做饭 生日了给你买礼物 还会陪你一起打游戏 轻松找到一起玩的妹子 大表哥花了不到两周就交到对象了 你们也点评论去试试吧 双方在几次交手下 现场都开始弥漫起火药味 就在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钟时 美莱利用格斗技能死死锁住了杂变截 然而就在美莱想去拿皮球时 却被杂变截拽住了大头 好在美莱正拖了下来 在最后一刻拿下了皮球 来到第四轮是超级重量选手胖普 来挑战一名大学体育生 由于两人的体格差异 体育生也是挑选了追逐场进行比赛 时间开始后体育生第一冲到了前面 可由于速度太快并没拿稳皮球 胖虎为了保护皮球 将他放在了角落守着体育生来抢夺 就在这时体育生伸手拍下了皮球 却被胖虎利用乌龟姿势护在了下面 但很快体育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将胖虎翻了过来一点点抢下了皮球 随着时间的倒数 体育生也是成功赢下了这场比赛 来到了第五轮才是真正的顶尖较量 一名是国家级的健美选手 而另一名是水中爆破队的成员 两人在力量和体格上看都是相差不远 比赛开始后双方都开始尝试出招去牵制对方 爆破队员利用爆发的力量想去压住健美选手 但由于双方都没有机会去触碰皮球 只见进入了一分钟加实赛 两人调整状态一同再次冲进了泥潭 而这一次爆破队员被健美选手找到了机会所在的地上 但很快爆破队员找准机会站了起来反手 按住了健美选手 双方在有来一回的较量下时间来到最后的十秒钟 就在这时两人一同扑向了皮球 只要在竞技场内抢下这颗皮球 就可以赢得全部的奖金 而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却偏偏选择了一位肌肉猛男 作为对手进行泥潭拼搏赛 小姐姐认为自己作为职业的摔跤选手 平衡赶上不输任何一个人 可他的对手猛男大壮是一名打篮球 选手论体格能比得上小姐姐两个身位 第一轮比赛的哨声响起后 小姐姐率先冲进竞技场抢下皮球 就在这时大壮一下勾住了小姐姐的大腿 将他连人带球举了起来 小姐姐也尝试着学大壮的招式 将其推进了泥潭之中 此时大壮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一刻 要抛开性别一拼到底 很快时间来到了最后的10秒 忠耐和小姐姐的体格根本推不动大壮 最终小姐姐也是遗憾敲碎了 自己1比1复刻的雕像离开现场 而第二场比赛的两位选手的体格 相比上一轮却是完全相反 女选手春里是连续训练了 17年的健美运动员肌肉 根本不输男人 但她要挑战的对手 却是联姻无场的职业格斗家 比赛开始后 职业格斗家直接双手插 都就知道了这场游戏的极限 但显然这一举动激怒了春里 立即对她发起了爆率 就在这时格斗家 却反身用膝盖压住了春里的腹部 而观众看到春里无法呼吸的神情 立即劝格斗家松开大腿 到了第二轮进攻后 格斗家再一次压住了春里的腹部 好在裁判将她拉开后 才终止了这次进攻 时间来到了最后的30秒 格斗家直接抢下了皮球赢下了比赛 看来绝对的力量 在面对技巧时也并不占优势 来到第三轮的选手 是全世界消防员挑战 重量级选手大块头 消防员认为自己力量虽然比不过对方 带在速度和肌耐力上更胜一筹 所以她挑选了追逐场地 想用拖延时间的方法来赢得这次比赛 比赛开始后 消防员由于冲得太快 并没有第一时间拿到球 而大块头将皮球护在了角落 来阻拦消防员走进自己的区域 消防员几次假动作 想骗过对方可根本不起作用 很快时间来到最后一刻 大块头拿起了皮球逃跑 消防员健壮冲了过去抢夺 却被他像纸片一样甩到了地上 就这样大块头 也是轻松拿下了这一场比赛 接下来上场的是 赛前声称要挑战最强选手的文深男 而他面对的对手 是亚洲的格斗冠军平头哥 等比赛开始后 文深男并没有直接去抢夥皮球 因为他想利用最后的一分钟 时向对方发起猛烈的袭击 然而面对格斗冠军的体能和力量 显然文深男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接下来的比赛 瑜伽博主小婶和健美运动员小安 都赢下了比赛 而到了最后一轮的两位 是战斗型的女选手进行较量 职业摔角选手 马尾姐挑选了一位后备军中 是短发妹作为对手 论体格和力量双方的差异并不大 比赛开始后 短发妹直接将球锁在了轮胎里 跟马尾姐肉搏 然而作为摔角选手的马尾姐 最擅长的就是发起腿部的进攻 短发妹拼命地想挣脱束缚 可一次次地被马尾姐抱摔在地上 就在时间来到最后的40秒 马尾姐转身去拿下皮球 短发妹趁机对其发起了追逐 奈何时间不够还是输掉了比赛 很快50轮比赛结束后 已经淘汰了50%的玩家 在进行接下来的游戏开始前 选手们被安排在了多功能的休息室 这里不仅放满了大量的蛋白质补给品 还有各种训练的健身器材 就在这时主持人将剩余的50人 叫到了会场的中心 宣布第二关卡的游戏内容 而接下来要分成10支队伍进行团队赛 50人将被分成10组 用沙袋来运输到对面的木桶当中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装的最多沙子的队伍 就可以获得3亿奖金 这一关不仅考验的是选手的耐力 更考验了团队的协作能力 在比赛开始前50人要进行投票 筛选出最能信任的队长来领导团队 随后剩余的40名选手 则开始挑选自己的队长进行分队 但如果一支队伍里超过4人 那么队长就有权挑选指定的成员 所以队长需要评估选手的实力 来提升自己队伍的战斗力 而没有被选上的成员 将会被补给到其他队伍当中 人气最高的尹队长 挑选了体能和耐力方面 都非常擅长的4名队员组成队伍 第二组的胡子哥队长 选择了运动型能力强的4名选手 第三组的前辈队长 却选择了身体敏捷的技巧型选手 而第四组的小恩姐姐 作为队长最终分配的成员 都是没被选上的弱势选手 很快实质队伍分配好成员后 第一组人气最强的选手 获得了挑选指定队伍进行比赛的权利 但没想到第一组的尹队长 选择了实力相差不远的一组进行比赛 而第二组的胡子哥 则选择了比较弱的小恩姐姐队进行批评 胡子哥和小恩队长 带着各自成员来到了第三关的赛场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十分的简单 双方必须在12分钟内用 5个沙袋搬运沙尺里的沙子 到对方的管道当中 而队员之间不能传递 沙袋必须独自完成道馆 两队的选手商量好计划后 随着哨声的响起一同冲进了赛场 小恩队这边分工合作十分的明确 他们先派出了小张去搬运木材 到桥上进行趋势木板的搭建 其他的成员疯狂地将沙子装进沙袋当中进行备用 没过一会的时间 小恩队这边就已经完成了两袋沙子的填充 很快胡子哥这边也完成了桥板的搭建 开始运送沙袋 而胡子哥这边的选手也发挥了体能优势 一次性大批的进行搬运 不到一会双方的差距就被追了上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恩队这边就已经出现了体力消耗殆尽的问题 没有了两边的绳子支撑在行走上会更加的危险 他们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就在时间来到最后的45秒 小恩队这边却出现了意外 好在小哥奋力拽起了掉落的沙袋爬了过去 时间剩下最后的10秒双方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运输 比赛结束后主持人要求双方的队长站在桥梁的中间宣布比赛的街 这个女孩明明只有不到100斤可他确胆和25名肌肉猛男挑战变态体能游戏 在本轮的复活赛中玩家必须拉起空中按照自己40%体重制作的白色雕像 最后只有5位坚持到不摔坏雕像的玩家才可以复活重夺3亿奖金的资格 虽然现场的玩家体能个差弃 但这关规则最为公平而且考验力量的稳定性 随着主持人宣布游戏的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的玩家一瞬间被沉重的雕像拽醒 绳子造成的巨大摩擦不到一会的时间旁边的壮汉就放弃了比赛摔破雕像 而对面的一名重达几百斤的健身教练拉着自己上百斤的雕像犹如举重大赛的现场 很快率先被淘汰的玩家基本都是一些肌肉发达的猛男 这时其他玩家意识到要把他当成是跟自己挑战的一场比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的选手中还有一名女孩小神稳稳地站在赛场 他完美地发挥了腿部和手臂的力量采用躺式拉侧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平衡 赛场仅剩下最后的十名玩家时大家的雕像已经接近悬落到地面 长期的手臂发力随着时间退役不断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这时角落的光头哥为了调整姿势奋力拽起雕像可最终还是输给了自己 仅剩下最后的六人时大家都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死死拽着绳子 唯独小沈欣灵默念着自己的节奏一直将雕塑控制在最高位 只要再坚持到最后一名玩家淘汰就可以重新回到赛场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最终小沈和其他四名玩家成功获得了复活的资格 然而在他们兴奋庆祝时没想到的是下一个的比赛内容却更为变态 幸存的三十名玩家必须分成队伍去徒手推动重打两吨的木船上坡底 也就是说这一关才是真正要考验大家力量的爆发力 显然这对于肌肉发达的壮汉来说最具备优势 而小沈和其他女孩必然会成为各支队伍中不被看好的对象 很快大家都开始战队比较强壮的几名选手来组成队伍 等分配好队伍后第一组出场的是最为强壮的超级猛男队伍 在他们当中不仅有两位大力士的国家级冠军选手还有职业的运动员 本轮的比赛规则他们必须挖出沙地里的十个木桶搬运到桥上 而这时木船的重量加上十个木桶的沙子可重打两吨 然后玩家再通过地上的原木将木船推到斜坡的下方 最后再利用绳索来将木船拉到斜坡的最高处 只要用时最少的玩家才可以赢下比赛而输掉的队伍将被全员淘汰 比赛开始后大力士的大壮非常轻松地徒手抓起了地上的原木 其他玩家则疯狂挖出沙地里面的木桶将其运输到船上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已经完成了五个木桶搬运 等所有木桶抬到船上后众人开始一同发力推动木船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推木船根本纹丝不动 这时队长领导着大家按着节奏一同发力终于开始移动了木船 每移动一段距离他们就调整原木来进行推移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女孩的脚被滚动的压原木压 好在大家赶紧挖开地上的沙子将女孩救了出来并没有受伤 很快等木船拉倒斜坡底下时他们开始用绳子扣紧斜坡上方的位置 可在上坡时所有人承受的力量将会更加的巨大 于是队长提议调整队伍安排了几人在前面去拉拽绳子 而后面的大壮和几名大力士选手在尾端发力去推动木船 所有人都使出了吃奶的力量终于将木船推动了两公尺 最终超级猛男组花费了惊人的爆发力气才完成了挑战 到了第二组的队伍成员在体格上其实也不输超级猛男队 队伍中最强壮的阿兵就连腿部肌肉都要比小姐姐大上两个身位 在商量好分工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木船搬到了船上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拉动木船前进时却发现根本推不动 由于木船是平底制作的所以和地面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 于是他们更换策略安排了所有人在前面拽着木船移动 但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却需要来回搬运原木耗费大量的时间 最终来到了14分钟第二组才完成了这一次的挑战 而第三组的小姐姐队伍能否赢下这次比赛让我们下期拭目以待 这五个男人被困绑在同一根绳子上去抢夺面前桌子上的钥匙 只要谁在最短时间内解开身上的锁扣谁就可以获得三亿的最终大奖 五人都是经过了各种体能和耐力的考验在完美体格上都不输任何一方 随着比赛声响起后大壮和旁边的海格靠着爆发的力量成功先拿到了钥匙 而其他的三名玩家疯狂地拉拽着大壮来让自己去靠近自己的钥匙 这也给旁边的海格创造了机会成功解开锁扣成为第一位晋级的玩家 接着大壮在一番挣扎过后也是很顺利地解开了锁扣 这时卷毛哥凭借着位置的优势也拿到了钥匙成为第三名解开锁扣的玩家 来到仅剩的两人开始考验双方的爆发力的时刻 然而高山运动员金明彻距离钥匙太远并不占优势给对手先拿到了钥匙 金明彻赶紧拉拽了对手来到自己的桌面上也成功拿起了钥匙 就在这时双方在同一时间打开了锁扣 但很遗憾的是最终金明彻还是以0.5秒的时间输掉了这一场的比赛 接下来晋级的四人再次进行三场不同类目的比赛直到最后一位选手晋级 第二关的游戏将分成2对2的团体赛来抢夺地面的黑白色木板 黑白两队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地板上的木板翻成自己的颜色呈现在上面 而在上一轮第一名的海格拥有了挑选队友组队的权利 考虑这一关考验的是体力和反应能力 所以作为雪橇运动员的卷毛哥成为了海格第一挑选的对象 双方在商量好对策后随着哨声响起四人顺速冲了进去开始翻动木板 在刚开始阶段卷毛哥不停地将木板翻成黑色 可很快就被大壮又翻回了白色 很快时间来到最后的三分钟 第四名的擎龙爆发晶圆的速度翻了大量的白色 但这时海格却故意踩住了黑色的木板来打乱他的节奏 上色的模价还有非常好 手感很有力 刚才 Christmas 本上 GETira写回要电视台 一分钟 好 撤退 ッ 欲賭 欲也得越少? 欲賭 我看吧 也俯 在倒计时结束后 海哥和卷毛哥的队伍最终翻出了37块黑色木板 而大壮和秦荣只翻了29块白色木板遗憾淘汰 幸运的是这一轮还有复活赛将由大壮和秦荣进行1v1的三分钟比拼 可在上一轮消耗了太多体力的大壮已经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但大壮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停地翻动木板直到最终时间结束 但很可惜秦荣获得了48块木板完成了大壮成功获得复活赛的资格 来到第三轮的游戏内容玩家必须在哨声响起后跑到对面按响铃铛再折返回起点 但有个规则是在每一个阶段给玩家来回奔跑的时间都会不断缩小 所以这一关是心肺和耐力考验 在第一个阶段有12秒的时间三人都能很轻松地完成挑战 经过了20个来回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只有10秒的时间 可就在这时秦荣在触碰铃铛时不小心没按下去差一点没能跑回起点 很快又经过了10个回合后开始进入只有9秒的第三阶段 这也代表着玩家在速度和步伐的调整上都需要加快很多 此时三位选手的身体都已经开始出现疲惫的状态 来到49个来回时开始进入第四阶段只有8秒钟的时间 三位玩家在来回的奔跑下都在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到了84个来回时卷毛哥已经喘不过气最终成为被淘汰的那名玩家 接下来仅剩的两人将进行最终PK来选手最终获胜的选手 而最终的决赛两位选手将面对面拉动自己手上的大手 谁能第一个将绳子拉到末端谁就可以将3亿的奖金带回家 别看这个项目十分的简单但非常的考验玩家的体能 比赛开始后双方都以最快的节奏疯狂地拉拽着自己的绳子 海哥发挥着稳定的节奏在一开始速度上明显要比秦荣快很多 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拉了半天的绳子却一直看不到末端 又经过了一段拉着后此时双方都已经耗尽了体力靠身体来拉拽绳子 就在这时经过了一段休息后的秦荣开始低下头疯狂地拉拽绳索 而此时双方的绳子都即将来到了最后的末端 但海哥因为体力已经发挥不出力量怎么也拽不动剩下的一点绳子 最终秦荣成功赢下了这一场的比赛 现场已经被淘汰的玩家都为两位勇士给予了鼓励 至此真人版由于游戏体能之巅落下为目 希望看到最后的观众们也能多多出门去锻炼自己的身体